HELLO 歡迎各位來到ABC小如 今天我要回答的問題是 有一位網友在我的臉書上面問我說 想請問加州這邊的約會文化 就是你從台灣來加州之後半年 不論是認識的華裔男子或者網路軟體遇到之後 約出來認識的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Hang out, have a date, seeing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差很多 這邊是不是沒有再告白的 會問說我喜歡你要不要成為男女朋友之類的 而是經過幾次dating後認識彼此的朋友 大家互相有默契的關係進化成男女朋友 那我今天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後面幾個我再仔細跟你獨自的一對一回答 OK 好那如果說你們剛從台灣來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邊約會狀況很複雜 但是不要棄念 因為其實本大家在美國長大的人 其實也覺得很複雜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是個大榮鋼 所以大家的生長背景雖然都在美國 就是家庭想法價值觀都不大一樣 可是像那個韓國來的 韓國的人每次約會都這樣子 都是通常都是很正式啦 但是像有這邊有愛爾蘭人 猶太人 猶太人也是蠻真實的 意大利人 他們這些想法都不大一樣 這樣子 所以 美國的約會狀況比較是 我上次教的就是 gradual 就是 循訓漸進 那現在我也開始教你們這個 你剛剛問這幾個字 是怎麼回事 那第一個字你問說 hang out hang out這個字其實是 講說朋友一起打發時間 hang是掛著 好像你掉在一個什麼上面 然後out是出去 可是這是一個很美國的很普通的片語 那通常他講這個話的意思有兩種狀況 就是第一 他真的對你沒有意識 就是浪漫的意思 男女之間的意思 他只是說我們朋友很輕鬆的 混混啊 在一起打發時間 出去 晃一晃這樣子 第二個狀況就是 他其實對你有意識 但是他不要給你壓力 是這樣子 所以他怕把你嚇跑 這也有可能 所以hang out通常是說 朋友之間出去打發時間 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循訓漸進的第一個階級 這樣子 如果他沒有馬上跟你說 我們出去約會的話 第二個狀況就是 你第二個字就是說 have a date 就是going on a date 然後出去 要去約會 好像吃個飯 還是怎麼樣 那這個的意思呢 就是說 他已經跟你講說 這是一個男女約會了 然後呢 他也表明了態度 這樣子 那他看你要不要接受 如果你接受的話 就代表說 你們對方都是想要再進一步 認識對方 看有沒有可以再發展的狀況 那我要跟你講說 在美國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通常有很多狀況出現 就是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被 我也被騙過 就是說 我們在一些群體的活動裡面認識人的時候 然後這個男生可能是帶團啊 或怎麼樣 或是負責安排飯局的時候 有時候這些男生會跟我們女生講說 我們下次要去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會讓我們女生誤會的是團體活動 然後結果你一去的時候 就發現只有這個人 我碰過這種狀況 然後我從大學的時候就碰過這種狀況 就是我一個學長的朋友 是我之前認識一個女孩子 他之前也這樣被一家一個菲律賓男子這樣騙過 結果後來那個菲律賓男子跟所有的人講說 他們兩個是正在約會 不是說只是去一個約會吃個飯去 他跟所有的人講說 我在跟這個女的約會 然後那個女的說 沒有啊 我們只是有一次誤會 我以為我們是群體出去 結果沒想到就只有他這樣子 所以這個狀況在美國常常會 就是說我們會發現說 有些男生很不會去約女生 然後我不知道是他們怕被拒絕 還是他們沒有把他的意思講明白 所以這個這件事情有時候 我覺得男生要講得很明確的時候 有時候也很難 因為他們當然也是 因為你男孩子年輕的話 就會怕被拒絕面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男生的很大的負擔這樣 那女生有時候就是你要小心一點 你要確認說 不是被人家騙去 因為我就好幾次有些男生就想要騙我 後來還更誇張的是 被我後來問清楚之後 還恐嚇我 我說我不去了 我說如果是一堆 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幹嘛去了 還這樣恐嚇我很恐怖欸 所以這個是 就是 a date 就是說只是一個約會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你問的是 seeing 跟dating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這個 a date 是名詞 去一個約會 好像去一個飯局一樣 那seeing 跟dating 就是說你正在約會 然後呢 就是說你現在 定期的 在跟一個人見面 這樣子 可是並不代表說 你不跟別人見面喔 不跟別人吃飯喔 你只是現在好像一個禮拜去 跟這個人見面 或者一個禮拜去看這個男的吃飯 好像定期的 所以你們比較像是穩定當中 這是在美國的講法 那seeing跟dating 其實它的意思 雖然字不一樣 可是這個意思其實差不多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那dating 剛才就是這個字 date 就是 這個字 date dating 就是同樣的 那 這個就是說 你們有一點穩定性的 在往前進 就是 男女之間正式的感情 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說 代表說 呃 你們有一點承認對方的 存在 然後你們有可能跟朋友講說 我正在看這個人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人很有發展的機會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seeing跟dating 就是說你定期的在跟這個人見面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說 這個說法是 呃 也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 就是說 we are together 就是我們在一起了 可是咧 為什麼只說這個字咧 呃 就是 像我當時有一次在台灣 碰到一個歐洲來的一對 呃 男女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他們兩個 那個女的就跟我講說 她是陪著這個男的 呃 一起搬到台北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不知道他們是兄妹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呃 are you guys 我不知道說要不要 我不敢說結婚這樣子 因為要是人家是兄弟姐妹的話 我這樣很恐怖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哦 那你們是are you 然後我就這樣 are you 你們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哦 we are together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哦 然後我就想說 we are together 是結婚還是男女朋友 你知道嗎 其實也不重要 但是我只是好奇 然後他們就說 哦 那個女的還這樣看一下男的說 Can I say we are together 就是我們是男女朋友嗎 這樣子 因為雖然說你們是在一起 並不代表說 你們是男女朋友 這是很複雜對不對 就是 呃 我之前就講說 那個有一個韓國設計師 就是畫車子的那個 車子設計師 他當時就是這樣 他跟我 他跟我 還有跟他朋友說 我們在一起 我們兩個在一起 可是他不敢說我們是男女朋友 因為他覺得說 我們一說我們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他就要見我父母親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說 他沒有房子 然後他最近才剛出了車禍 所以他連車子都沒有 他說他 什麼 一無聲文是不是 他說他不敢見我父母 他說 覺得這樣很 讓我覺得很丟臉 然後他覺得自己也很丟臉 所以他一直 每次都常會說 oh we are together 然後不說 we are girlfriend boyfriend 然後我就會覺得 嗯 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有點火大 這樣 可是我沒有去追著他 因為他之前 有很大的壓力 嘛 那一對歐洲的他也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不說我們是 boyfriend girlfriend 就是我們是男女朋友 可是他們當時就是說 我們在一起 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的當時 就是在 台灣為了陪這個男的 在那邊交英文 然後那個男的是做工程師 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是很複雜對不對 所以他是說 we are together 然後有時候 美國 還有 英國我發現 有個狀況就是說 有些人不想結婚 可是想要跟一個人在一起 因為 結婚有很多法律約束 然後或者有些人 離了好幾次婚 他們很怕結婚 他們就會說 找一個人跟他們在一起 但是不結婚 這樣子 因為他們對婚姻已經 失去信心了 所以有時候 他們也會用這個字 說 we are together 這樣子 好 重點來了 今天我要教你們三句話 搞清楚你們之間 男女關係是什麼 就是 我最近好多女性朋友 常常 會打電話問我啊 還有你們寫信進來 也會問我說 你們可能 正在跟一個人交往 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子 因為這個人可能對你 沒有正式表達意思啊 是不是 這樣 那我先跟你講一個例子 好了 這句話是我朋友講過的 他有一次問了一個男人說 what are we 就是我們是什麼 這樣子 what是什麼 are 是 What are we 那這個我講 我朋友這個故事 就是 他是緬甸來的華僑 然後 他是一個藥劑師 這個女生是我所有朋友當中 就是自己賺錢 賺最多 蠻多 不是最多 蠻多 然後他 因為外表 他有點不修蝙蝙 然後又有點駝背 然後 就是外向不是很好 然後他常常被男生 呃 我不知道怎麼講 利用好了 結果有一次他後來找一個 美國是叫matchmaker 台灣好像紅娘 是不是 可是這個是男的 這個男的就是跟他收費800塊 說我幫你介紹 呃 男性嘛 然後後來這個女生就跟他說 我要認識華人 他就是想要跟華人結婚 因為他自己也是華人 再加上他在 他跟我講說他在緬甸 華人常常被歧視 然後不可以做跟醫有關的 所以他們全家辦來美國之後 全家都跑去做醫生啊 跟醫有方面有關 然後他就是當藥劑師 然後他哥哥就是當 美軍 不知道海軍還是陸戰隊的 那個 呃 醫生是那種麻醉絲 所以他跟這個 這個紅娘 可是是一個男的 呃 說他想要找一個華人 結果後來這個男的說 呃 就是說對方也要答應 結果後來很多人都不 不願意跟我這個朋友出去約會之後 他就說我找了一個我的朋友 可是他是 我不知道是菲律賓還是麻西亞 一個男的 然後本來在一家大公司HP做工程師 可是他被踩掉了 但是他當時沒有跟我朋友說他被踩掉 結果後來我朋友就說 好吧我就出去跟這個男的約會 因為 這個男 這個紅娘 男的 答應要給他 六個 好像介紹六個男的 就 一直找不到人願意出來跟他見面 結果這個男的就說 先試試看 他說你不要這麼 馬上第一個就認識華人 你現在完全沒有約會經驗 因為他 我這個朋友年齡就是 他就是 一直都沒有約會的經驗這樣子 所以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跟這個男的出去約會一陣子之後 他就有點喜歡這樣 這個男的 然後這個男的跟他 他們兩個一直都很奇怪的 就是說 都是各副各的 因為後來發現說 這個男的基本上 他被 Lay off之後 就是被裁員之後 就一直沒有工作 然後 他家裡就有點養著他 然後這個男的其實基本上 也是 我後來看到照片也是 長得不是很好 但是他還蠻高的這樣子 然後 這個女 我這個女性朋友咧 他就 後來有點喜歡上 這個藥劑師女朋友 他就喜歡上這個男的了 然後咧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兩個就是過著好像是 男女朋友的關係咧 可是又沒有這個名義 然後他就問我說怎麼辦 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是要什麼咧 因為你剛開始 也沒有要跟這個男的正式 就是當男女朋友 因為你剛開始 不是嫌他不是華人嗎 他說對啊對啊 可是我現在對他有感情啊 我想要跟他 就是說下一 在進展下一步啊 我可能考慮想要跟他結婚啊 那我就說 那 你要不要問問看他狀況咧 因為他跟我講說 這個男生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禮拜 可能會跟他去見一次面 幫他修車什麼什麼 然後可是他們出去吃飯 約會都是各夫各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吃飯各夫各 可 就是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徵兆 就是說 他可能 不一定是想要跟你成為男女朋友 因為他完全沒有要 保護你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問這個男的 有一次約會之後 他就問這個男的說 What are we 就是我們是什麼 這樣子 結果後來 這個男的回答他說 喔 你就是Catie 你就是Catie 我為什麼一定要給一個標籤 你為什麼一定要標籤 你就是一個對我很重要的人 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子 這是什麼答案 然後他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他就跑來回問我嘛 然後我就說 他在敷衍你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跟他說 他基本上不想 失去你這個人 可是勒 也不要跟你再進展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把你這個問題 整個這樣擋掉這樣子 然後我說 他基本上 他這個意思就是 基本上不想再跟你再 再進一步 但是也不想 失去你 我說那你就要自己看 你想要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這一句話 就是說 你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是open的 你沒有說 正面 負面 你只是讓 這句話丟出去看 對方有什麼反應 這樣子 那當時這個男的 他其實也沒有馬上說 喔 我們不是男女朋友 或者他說 我們是男女朋友 他就這種完全沒有 他就是 就是 avoid 就是避免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男的也蠻聰明 我當時跟我朋友講說這個 所以這是 what are we ok 好 那第二個方法呢 是 這個是我之前講過的就是 就是我 第二個韓國男朋友 我們在一起之後 我好像不知道 第二個禮拜還怎麼樣 他就說 我們是男女朋友 然後他說他爸要來從 第二個月的時候 他爸就要從韓國來跟我見面 所以我當時那個韓國男朋友 他超級正式的 然後速度快到我嚇到 那後來我說 跟另外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 韓國車子設計師呢 他因為當時出了很多狀況 所以他一直很怕 進入一個 這麼快進入一個感情 因為他跟我說 他經濟狀況沒有準備好 然後 後來我就說 然後他之前不是我說 他跟我想說 喔 那時候他還沒有說 we are together 就是只是我們是約會 然後我就 然後 好像約會到不知道第六次 我剛開始還不喜歡他 我剛開始還覺得說 我們只是 可能只是做朋友這樣 可是他一直約我 一直約我 然後約到第六次約會 還怎麼樣 我突然覺得我喜歡上他 我這樣 啊怎麼會 怎麼會從這樣不喜歡 到突然這麼喜歡 我都自己都嚇一大跳 然後 因為我後來就是 越來越認識他 我們出一約會吃飯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都是很 很深思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是一個很 令人 令我 嗯 容易愛上的男的 我當時沒有想到 因為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真的 真的沒有想到這個狀況 結果後來 他就跟我講說 他還沒有準備好 要進入一個這麼正式的關係 這樣子 然後 我就跟他說 我沒有這樣跟他講 可是我跟他說 你 你不可以跟別人出去約會 我就直接講出來 我說 你不可以跟別人出去約會 不然我要 kick your ass 就是我要踢他屁股這樣子 然後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 Are we exclusive exclusive 就是獨家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在 在約會 那這個在美國常常講 英國跟澳洲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講法 可是加拿大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沒有 因為我就說 之前我不是講說 你可以正在跟人家約會 或正在跟人家這個嗎 可是你可以跟別人也知道 所以你可以同時跟兩個人這樣子 正在約會 正在吃飯 這樣子 那 那這句話就是說 我沒有跟他說 我們一定要成為男女朋友 但是 我不准他跟其他人見面 所以好像是他還這樣 OK好 然後他 他也沒辦法 然後他說其實我也沒時間 然後我說 對 然後我就很 那時候我從來沒有這麼強吧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是 不知道拿他怎麼辦 可是我又很氣 然後最好笑的是 他好像很希望我這樣子 很在乎他 還怎麼樣 所以我們當時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他常常來我家 就是我做飯給他吃 因為他過敏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過敏 所以我做飯給他吃 然後他會幫我整理家 就是因為我很多地方打掃不到 他會幫我打掃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成狀況 就是剛開始我們約會的時候 是蠻正式 大概 約會大概前七八次吧 後來就變成 馬上就變成 老夫老妻 就是變成 我在家裡做飯給他吃 然後星期五的時候 就會開始這樣瘋狂打掃我家裡 這樣子 所以他說實在 他也沒有時間去跟別人約會 可是所以我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不是這樣子講 可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只有跟 我們兩個人約會 其他人不可以跟別人約會 我說如果你跟別人約會 你一定要跟我講 然後我說我馬上就 我沒有跟他說 我馬上就斷掉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就不能再跟你見別人 因為我太喜歡他了 如果我不喜歡他的話 我還無所謂 可是如果你很喜歡一個人的話 沒有辦法忍受這種事情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在美國 你常常就是說 如果你搞不清楚 這個人有沒有在跟別人見面的話 你可以問他說 Are we exclusive? 像我那個深圳 就是那個江西 然後後來去深圳 發展很成功的那個女生 他跟我講說 他就很喜歡一個台灣來的男生 那個男生 是做癌症的醫生 還是怎麼樣 他就說 他有一次問那個男生說 你有沒有在跟其他人 見 seeing other people 就是 我剛剛講這個 他就問他說 Are you seeing other people? 就是有沒有跟別人定期的這樣約會 然後這個男的就回他說 No one special 就是意思代表就是說 沒有一個很特別的人 結果他跑來跟我們講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在美國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亂玩 然後我們就這樣 然後他意思就是 都還在跟人家 所以他 然後他的意思 然後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 就說 那你不覺得他 可能跟我有機會嗎?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 No 不可能 因為這個男的意思就是說 他 沒有 遇到一個 覺得他很特別的女生 那就代表說 你也是其中一個 不是特別的女生 所以基本上你跟他 不可能再有進展下一步 而且他還直接明白跟你講說 他在跟別人見面 只是那些人沒有什麼特別這樣子 所以這一句話 可以挖到很多消息這樣子 就是說 Are we exclusive? 再來就是 最後一句話 第三句話就是 Are we official? Are we official? 就是我們是正式的嗎? 那這一句話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成為男女朋友 就是boyfriend girlfriend了 你講了這句話 如果那個人跟你說是 那就代表說 你們是男女朋友 那基本上他也沒什麼 顧慮 沒有什麼吸引障礙 然後他 大概基本上 因為有些美國人 在長大的男孩 他也沒有說 要準備房子 準備車子 他們只是說 我人給你就對了 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像那個 那個韓國設計師 他那個男生 他是跟我講說 他一定要有車子房子 因為他覺得很大的男人 說 我們分手了之後 他還是一定要 吃飯的時候 一定要付錢 因為我說我們都已經不是男女朋友了 就應該各付各的嗎 他就是不行 他還是要付錢 他就是真的很難 很難指探這樣子 那 如果說這個 你說 are we official 我們正式的時候 正男人跟你說是 那你們基本上 就是男女朋友 你們感情就穩定了 那如果說他不敢回你這句話 就是他還有一些 猶豫 那如果說 他跟你說no 就是 代表說 這個男的基本上 沒有 就不大可能 或者就像我 我剛才那個 他認識那個男生 就是他 避免回答你 這樣子 他可能就是說 我們不要有標籤 或者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那麼特別 沒有那麼特別 還沒有到內部 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句話 其實也可以逼出很多消息 就是看他怎麼回答你 還有他的態度 這樣子 OK 好 那今天我就交到這邊了 那如果說 你想要練習感情的話 就是說 練習跟對方 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子 先 這也是 尋尋漸進 尋尋漸進 就是你先問 What are we 可是這句話 我覺得他有時候會有點太衝 所以有時候要看你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你一講的時候 不要太衝 你可能 比較中文是微晚一點 是不是 就是這樣 What are we 這樣子 有點好像開玩笑 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句話有時候 你這樣問 看你怎麼問 會有時候可能太衝 可是這句話是open 就是開的 就是說 像這句話 就不是那麼開的 這句話就是代表說 你希望你們是獨家的 就是 就是這個男的不跟別人在一起 因為你這句話一冒出來 他就知道你要正式 就是 那有時候 有些男生聽到這句話 他可能就被嚇跑 女生也有可能 女生可能會說 我沒有要往這邊發展 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一冒出來的話 就是說 你要什麼 他就知道 這樣子 那這句話 你講出來說 人家還不一定知道 你要什麼 就是看你前面 跟他狀況是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比較open 這句話就是已經 你的意思比較明確 這樣子 那這句話就是最明確 就是 就是你這句話冒出來 就代表說 你期待你們是男女朋友 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練一下的話 我建議你跟一個朋友練習 你不要現在就馬上衝出去 跟一個你想 喜歡的男生或女生講這些話 因為你要先練習一下 最好跟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或者 在美國長大的什麼一個朋友 你就說你可以跟我練習一下 然後你就這樣練習一下 然後那個人就可以丟出一些答案 然後你可能完全沒有想到說 對方會這樣回答 所以你要先練習一下 像跟應徵一樣 然後 因為我發現你們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們去實行的時候 狀況完全不是你們想像的 這樣子 所以你們去做這些事情 講這些話之前 我希望你們跟身邊的一個人 先練習一下 這樣子 OK 才不會出狀況 OK 好 那今天的功課呢 就是 你們要回去把這個影片重新看一遍 然後呢 把這些字 我全部寫的字 寫下來 然後寫成一個句子 看你怎麼 怎麼去跟人家表達 這些字我都是 就是單字片語嘛 可是我沒有把它寫成一個句子 你們去把它練習 寫成一個句子 然後練習 然後找一個人 跟你們這樣子 口頭上這樣練習 然後看那個人怎麼回答你 這樣子 那 OK 好 那今天我就講到這邊了 希望今天幫到這位觀眾 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各位觀眾 你有什麼其他問題 或者你可以幫這位觀眾 解決一些什麼其他的疑問的話 麻煩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還沒開始跟我 你按這邊這個按鈕 就可以訂閱我這一台 那我的中文台在這邊 就是你現在怎樣看的 英文台 百分之百英文是這一台 叫起司在飯上 那如果說你想看我在 呃 Youtube 搜尋裡面的話 去我的Instagram 這樣子 那我其他的Social Media 都是在 連接都在這個影片下面 這樣子 還有 呃 如果說 你先今天去練習 今天你做的功課 就是Homework 你去跟人家練習之後 你發現有什麼問題 也麻煩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說 你的問題是什麼 是不是記不起這個字啊 或者 不敢講 有可能 這些都是 這些其實都是練習一個語言的一些 每個人都有的障礙 那你寫在下面給別人看到的話 人家可能也可以建議你說 怎麼樣去解決 這樣子 OK 好 那我一個禮拜出一個影片 星期天八點加州的時候 晚上八點的時候 會回答觀眾一個問題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星期三 加州八點鐘的時候 晚上 會出一個時事 或者最近新聞的事情 或者出一個我的Vlog 像我前一陣子 是去Microsoft 在前一次我們去局限 加州局限有個夜市 這樣子 OK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囉 那下次再各位見面囉 OK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